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聲為妙法 百千萬劫南昭玉 佛金見聞得授詞 願解如來真實矣 各位介紹見阿彌陀佛 我們看課本234天 到這裡 前面說到持有顧彼有 持有顧彼有 緣起異生生持有顧彼有 此生顧彼生 無常空無我為世俗佳義 然後講到此無顧彼無此滅顧彼念 緣起空情性亦備不勝生 他說這個是佛所說的緣起中道義 不著有無見正見得解脫 那我們說過前面 前面講到 那麼 龍樹的八部中道裡面 那麼 就是 兩百三十月這邊 它是 衍生時無有來處 滅時無有去處 那麼這個是八部中道裡面的 不來不去 因為八部中道裡面講到 生滅斷草一義來取 那 後面接著講三個 就是 八部中道裡面的 我們看一下 生滅斷草一義來取 斷草一義 那前面第一個是講台取 我們先看二百三十七月 那 它這裡 總結還有講到 就是第二行 二百三十七月第二行 那麼 那 不著常我 不若斷草 這個就是 不斷不草 然後 因為八部中道裡面是 生斷 不生不滅 不依不依不來不去 生滅斷草一義來取 那這裡 斷草一義有無 那有無其實 我們後面再來講 就是生滅 不生不滅 這裡是講的 不有不依 好 那不來不去就是二百三十月這裡講的 也滅死無有來 來取 生死無有來取 滅死無有去 那其實就是沒有一個 死有的 有月報而無受者 包括前面講的 那麼 這一些 無因滅 那麼 沒有一個 相遜的無因 死有的一個 沒有一個 就是有造業的 沒有受到的 死有的這些 我們先了解這些 那 翻到二百三十十月 從這裡開始講 此是佛所說 緣起中道義 不左右無見 正見得解 上來所說的是佛 在阿涵經說的 名為 緣起中道義 那麼 中道 中 中是中正 這是正確的意思 恰好的 沒有偏差的 不若以兩邊斜見 所以 中道其實就是正道 那麼 中觀就是中道如實正觀 那麼 中是正確的意思 就是 離開錯誤的 就是正確的 所以 中道就是離兩邊 兩邊就是錯誤 那麼 你離確錯誤的就是正確的 那麼 那麼錯誤的就是兩邊 那麼 不是這一邊就是這一邊 不是長就是斷 不是有就是我 不是一就是意 不是生就是面 也是像這樣的 那麼 這些都是錯誤的 那麼 你沒有錯誤的 那就是正確的 你離確錯誤的 那麼就是正確的 所以 中道 中道不是中間之道 不是 而是正確之道 如實之道 這個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先理解 好 所以 沒有偏差 不若以兩邊斜見 佛法的中道觀 中道觀 其實中道如實正觀 是從原起法的正觀中 正確的正確的觀照中 而顯現出來的 他們為佛說法的根本立場 所以正觀也稱為中觀 那麼中觀也就是如實正觀 就是正確的 如實的 所以中觀是中道如實正觀 中道是正確之道 如實之道 所以中道如實正觀 就叫做正觀 就叫做中觀 所以文述寫 中觀論中 基本上就是把 哪些是錯誤的 說出來 那基本上不離開 身滅衣斷腸來去 就不離開這些 身滅斷腸衣衣來去 這兩邊就從身滅斷腸衣衣來去 就從佛說法裡面指出哪些是錯誤的 那麼你遠離這些錯誤的 那麼就是正確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這後來就變成所謂的八部中道 那這個生滅裡面 後來就改成有分不離 所以我改成生滅 所以我們再來講 那麼所以這裡講 他說 正觀也稱為中觀 正法就稱為中法 正道就稱為中道 其實這樣 說到不落兩邊 兩邊就是錯誤的 就是不落入錯誤的邪見中 經中都依眾生自體中 就是五運 你不止取這個五運 就是這個我 眾生是緣起的生命 我們眾人和何人生 那麼緣起是不落兩邊的 不像眾生編詞所想像的 那這都依佛說而成命 那這個舉例來講 眾生的編詞所想像的是什麼 如說 若見言命即是生 這個命 這個命 其實 也就是我的意思 那主要是就 就這個性命的這個命來講 有時候翻證 這個 類似像靈魂啊 我啊這種 那一般 我的另外一個 我有很多種說法 一般我們講十六種意義 我人眾生受者命者 你命 那像有一些 像若愛哲學裡面 有些就講 命跟非命 比如說像奇那教 那叫命跟非命 就是 命就是指這個 像精神 那有一個我 非命就是物質的 有這兩個根本 命即是生 比犯狠者所無有 先 先一阿韓經 長阿韓經裡面說的 若言命即是生 即是生 以犯狠者 以犯狠者 所無有 若父言 命益生益 就是 就是 命即是生 就是 這個五印生 就是我 就是給予我 命即是生 就是給予我 命益生益 就是給予我 所以 離開這個 離開這個 五印生之外 有一個 靈魂 有一個我存在 所以 這個就是靈魂我 跟吉魂我 犯狠者 所無有 就是 就是 真正 得親近的 沒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 與此兩邊 心所不隨 正向中道 為原生 老死 原無明固有行 因為有生 才有老死 有無明 所以有行 就是 無明行事 這就是 所以 命即是生 命即是生 這個是 吉魂 五印就是 命 即是生 這個生 是五印生 這個命 這個命是我 所謂 即印我 五印就是我 這個就是即印我 即這個五印就是我 那麼即印我 基本上都是唯物論 我 其實就是這個五印生益 那我死了 那就不再存在了 這個五印生益外 那我就不存在了 其實是這樣 那麼 靈印我 命意生益 這個我 跟這個我 就是指神我 那麼 這裡 只認為你認知了這個我 那麼 我們認知了這個我 跟這個五印生 這個五印生不一樣 所以 生意時的感受沒有啦 那麼 有一個靈魂 那麼 去投胎 或是怎麼樣 那個是不變的 那個是不變的 那個是不變的我 所以這個是一印 離開這個五印生心 有一個我 一般 一般阿朗經裡面講 是我 義我 相在 是我 所以五印就是我 是我 義我 或是 另外一種就是相在 相在就是五印中有我 我中有五印 基本上就是這三種 那主要是這兩種 幾印我一入我 所以他這裡講 就是你不透露這兩種錯誤的 那 這是不一不一的緣起重道 那 現在講第二個 前面講 這個 未來不去 那麼 衍生子 又來出 後面死又 就是五印 沒有一個來去的 沒有一個輪迴的 一個主題來 來去 那這裡是講 故意苦意 就五印生來講 故意苦意 那 因為 他 佛法裡面講的就是 非是我 非 非義我 非不相在 非相在 那麼 如果你說 就是我 那麼 這個是個因為 如果你說 你五印必賣有一個果 那麼這個是殘見 如果是斷見 那個是殘見 那佛法 既不是殘見 也不是斷見 所以他這裡講 自作自覺 自作自受 那一般我們講 業果不是自作自受嗎 那麼 從業報理論來講 它是自作自受 沒有錯 自作業自受報 但是從我論裡面來講 這個是依世間來說 自作自受 但是 從我 這個我 自作自受的我 不是那個恆常不變 獨一自主的我 所以 你如果把認為 自作業自受報 那業果理論就是 自作業自受報 但是這個 自作業自受報 指的是 這個延期 那麼 延期 合合的這個果 它並不是有一個 你認為的那個恆常獨一自主 實在的我 在受報 並不是這樣 所以 他說 如果 這個 自作自受 那麼 這個就是常見 有一個受報的我 所以才會講 有作業而無受者 有作業而無受者 這個在前面 那麼 也有講 沒有 沒有造作 只有一個生死流轉的現象 並沒有造作受報的一個我 那麼他作他決 折斗斷見 所以這裡講到 不一不一 那你如果說 造業的跟受報的 那不是同一個人 那關鍵就是 他死掉 就死掉 完全跟他不相關 那又不 那又不是 那所以 就是說 就是 造業的人 跟下一生受報的人 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那自作自受 就是造業的 比如說我這一生 這一生我造 我造殺業 幾個例來講 比如說我這一生 修報的 那麼我來一生 比如說我這一生故事 那我來一生是不是會 比較富有 比較有福報 那麼你這一生 修故事的人 跟來一生 享受福報的人 是完全同樣的一個人 那麼這個就變成常見了 因為 就是你有一個真實實在不變的 很慘的 獨立的 這樣一個人 比如說我現在造業了 我下一生的這個我 還是這樣 同樣一個我 完全不變的 很慘的 那麼這樣就變成常見 那你說我這一生造作善業 那麼因為 因為是無常的 無我的 所以下一生的我 就完全是不同的人 那也不對 那就變成斷見了 所以 所以他說 他做他決 所以這個他 就是 一樣是這個人 但是 前一生的人 跟後一生的人 是完全不同樣的一個人 這個是斷見 那麼 照業受報 前一生的人 跟後一生的人 是完全同樣的一個人 沒有 沒有差別的 同樣一個人 那麼 就是有一個實體的這樣一個人 那麼這個是殘忍 所以 一說法說 彼此兩邊 處於中道的說法 那你說那到底 到底是怎麼樣 它是有相關 但不完全相關 其實是這樣 那麼 所謂持有不必有 又如說 若先來有我 則是常見的 本來就有一個我 那麼這也是常見的 一直到現在都沒改變 於今斷面 則是斷面 那本來有的 到現在沒有 那麼 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是斷見 如來依依兩邊 處中說法 所謂 事事有 故 事事有 就持有不必有 那麼 這個是為佛羅門說的 那 不常不斷 那佛羅門基本上都 直與常見 直與常見 那斷見的話 大部分的 六思外道裡面 多數是常見的 那麼 其中有一個是 應該是 阿宜多 他是斷見的 順色又不 他是斷見的 其他的基本上 都是常見 常見裡面又有分 有些認為 沒有夜報運輪 沒有善 沒有夜 沒有報 但是他基本上還是在常見 就是六思裡面 多數是常見 所以 那麼 有一些是強調 沒有善惡夜報 就是認為 他 雖然是常見 但是他 實際上 就是 你殺人沒有罪 那你救人 也沒有回報 但是 因為那一個是 那一個是 很常公義的 那 就是 就是 在佛陀的那個時代 基本上 不是常見 就是斷見 但是 這個常見 亂都是 依這個五命聲 來說 若殺人 佛陀門 是有我 就是認為有我 一切皆於死 五獸陰 是有我 那麼 見色 視我 亦我相佔 不是 見受強行事 視我 亦我相佔 基本上是這樣 若殺人 佛陀門 是有我 就是認為有一個我 這個我 我們說過 我是指 這個我指的是 恒常 独因自主的 那麼 這個就是五命聲心的我 通常都是指 他有一個實在性 實在的 因為底下 他就是恒常 獨一自主 三個觀念 主要是這樣 恒常 獨一 自主 就是主宰 基本上是這樣 若殺人 佛陀門 佛陀門 基本上 沙門是反佛陀門 就是六師 包括佛教 是七個沙門集團 那佛陀門是原來的 以廢頭為主 我們 既有我 一切皆有 此 五獸陰 既有我 就是這個五音聲 五獸陰 既有我 直取 都在這個身心上直取 不停取 雙人 是 好 碍 不得 有我 今 拿 兩位 還 有我 把它 这个受想行事都是受想行事 是我与我相葬 就是受受想行事 是我与我相葬 佛地址就不会这样来看 所以这个就是不常不断的忠道 那么急运我就断建 你运我就常见 佛说忠道都是因缘起而立论的 最重要的要算不有不无的缘起忠道 那么现在再讲这个不有不无 那么不有不无在 八部忠道里面并没有不有不无 但是其实就是不生不灭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为什么这个不有不无里面 那么基本上那荣述会以不生不灭来说 我们来看不有不无的忠道 就是佛为加瞻言说的 佛为加瞻言 这就是三佛加瞻言 那不亦不亦的基本上 就是对佛龙们说的 那么他说佛为三佛加瞻言 说过不若有无两边的缘起忠道 老师说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有不无的缘起忠道 加瞻言是不拙一切下 而深入圣意产能力 大师 大圣荣述的宗观论 尼勒的于前师弟论 都隐正正阿含经的教授 那么来说明诸法的真实相 那阿含经也记载 那个禅堡 禅堡是佛的 这个早期是佛出家 他跟佛就是佛不是半夜余前出家吗 那这个禅堡就是那个骑马 在着佛出城 然后后来佛再叫他回去跟诸法王讲 他出家了不用找他了 就是这个禅堡 这个禅堡后来也出家了 后来也出家了 那么出家之后 他一直修工没有办法的解脱 然后但是因为他自以为佛是我教法 法是瓦教法 所以他有那种比较自以为殊胜的心 但是到了晚年佛已经入面 他还没有得解脱 那么他就去找阿吶 他希望大家教他怎么得解脱 但是大家跟他讲 他都没有办法理解 后来他去找阿吶 阿吶也就用佛教魔后加赞远 这个非有非无人心来教禅堡 后来禅堡也因为这样 就得解脱 那么这个魔后 这个佛为加赞远说的到底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 他说 荣述的宗观论跟于且的 跟弥勒的于且思计论 都引这个 那么来说明佛法的诸法的真实相 所以这一个教授 那么就是这一个教法 那么在抉择佛法的缘起政策中 有着无比的重要性 甚至我们说 这个阿吶 在对这个禅堡的教授里面 也以这个让禅堡的误入 那么佛对加赞远说 四人颠倒 依于两边 若有若无 佛的圣地值 正观世间几者 则不生无见 应该前面也一样一样 就是如实正观世间几者 则不生无见 如实正观世间灭 则不生有见 那么如来临于两边 所与中道 所谓此有不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 此灭故彼灭 那么这里应 我们如果要从缘起上来说 应该是这样 有因有因 时间起 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我到底是怎么来的 从哪里来的 有因有因 时间起 正观世间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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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因有有 他是有因有不彼有的 他才会有这样的五因神经 正观世间几者 如实正观世间几者 因为有因有缘 他就有 不生无见 有因有因他就有啊 我会认为没有 不会有缘缘 缘缘之间 不会有缘缘 缘缘之间 不生软 就因有缘缘 所以有因有缘就世间几者 如实正观世间灭者 不生有缘 缘缘之间 不生有缘 有因有缘缘 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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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此无不彼有缘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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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換言之 世人不知緣起義 編倒妄子 不能拖出兩邊 要不是只有就是只有 有見與無見 要不是見有就是見有 佛弟子依緣起正觀 依緣起法的正觀 就不起有見與無見 例如說 世間人見人生樂出來 舉例了 就只為是死有的 而起有見 等到死了 大多只為死無而起無見 又如在生死流轉中 一般人是只為死有的 聽見了生死 怒虐盤 就只走以為是沒有了 所以認為這個人死了 有些人就沒有了 那有些人認為生死生死一直都有 怒虐盤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都是執著有跟沒有的 所以然後世人因此大多是怕無我 怕空 怕虐盤 正面虐盤就斷滅了 有些是這麼認為的 甚至佛弟子也有些是這麼認為的 但是佛弟子依著緣起中道去觀察 如見到世界面 也就是生死解脫了 就不會起有見 因為緣起無患的相對性 在滅盤寂靜中是不能安利的 而且既是可滅的 在生起時也就絕非死有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觀念 死有的就不會因為因緣而消失 因緣而有的 他就決定不是死有的 就是他原生原滅的 他不可能是死有的 因為死有的就是恒常獨一自主的 他是不會消失 一直存在的 所以佛派裡面有一些法有的觀念 比如說物質極為是死有的 那麼你會看見比如說這個桌子 這本書還是這個講堂 他有可能本來沒有 後來有 但是這一些如果是依法有的觀念就是 這些物質本身是有的 他不會黏黏 就有一點像是黏亮不滅 就是他極為 你就是把這些電子子子集合起來 變成一塊木頭 這些木頭又集合起來 變成一間房子 是這樣 那房子拆掉了 木頭還在 木頭燒掉了 那個紫子 電子 那個微塵還在 那是不會消失的 只是這一些聚合聚合 但是那個死有的東西是不會消失的 那個也是法有的概念 那我有的概念 很有的概念是這樣 我這個身體消失掉了 我這個形態消失掉了 但是我那個死有的靈魂 死有的神我 死我是不會消失的 他只是放個形態 變成一隻秋野 一隻青蛙 一隻蜘蛛 一隻蜘蛛 一隻一頭牛 一個人 不到就變而已 那個就是所謂的死有的概念 所以他講那時候 死有的就是生起死 既然是可滅的 生起死也就絕非死有 死有是不會依遠而滅的 所以滅盤 他基本上就不是有死有的 不見到生死世間的極起 就不會起不見 因為如果真的是沒有 那麼也不會因緣生 又生起 就不會 因為緣起的如患假有 不是什麼都沒有 那麼斷滅的 你如果直取斷滅 你就會覺得什麼都沒有 那佛法 佛法你說也不是有 也不是沒有 那是什麼 緣起有 因緣有 他就有 因緣沒有 他就沒有 他是緣起有 是假有 是如患有 但不是完全都沒有 不是這樣 完全都沒有 外道裡面也有強調無我 違烏論也強調無我 但是他那個是斷滅 是完全沒有的 那不是 那如果是這樣 那滅盤也沒有 那如果是滅盤 就什麼都沒有 那跟違烏論也一樣 你修了那麼久 修到最後路滅盤 什麼都沒有 不是這樣的 而且既是可生的 在滅時也絕非十五 那麼因緣生就有 你怎麼可能會 怎麼可能會是十五的 實在沒有呢 還有 了解緣起的始有 比有 此生 彼生 世間 即 所以生起 現前時 知道緣起的流轉向去 不會覺得一時表示 何其無間 就一瞭白了 那麼 了解緣起的始無 彼無 始面 彼面 當生死解脫時 也不會只有死我得解脫 所以 監控軍裡面講 阿羅漢民族實驗 我得阿羅漢道 我得解脫 絕對不會這樣講 因為他是正如我的 他絕對不會有一個死我得到解脫 我會有這樣的觀念 總之 一切是緣起的 為是緣起的疾跟滅 並沒有使我死法 所以不起有見 沒有使我死法 也不會起無見 所以 真能正觀緣起就能不著有無見 依中道正見而得解脫 三學的真善慧學 聖聲般若 八正道的正見都是緣起的中道觀 所以 佛弟子能不著很慘的一個我 不會落入斷腸 依亦有無的職見 或無名而了脫生死 這裡講到四種所謂的忠告 好 那我們再來時候說明一下 就是230頁這邊 是不常 就是不來不去的中道 我們寫一下好了 就是緣生死 我們講到不來不去 就是緣生死 無有來處 滅死 無有去處 我們把它寫一下好了 緣生死 無有來處 老師 只是引一半而已 緣生死 無有來處 滅死 無有去處 這個都是緣生死 無有來處 這個都是雜癌就對了 緣生死 無有來處 這裡是從六處來說 滅死 無有去處 有來處 滅死 無有去處 如是眼不死而生 生與敬念 有業報而無作者 主要是講這個 主要是講這個 就是有我們生死死生來去 生來死去這樣 我們基本上並不是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來去的主體 不是眼不死而生 沒有實在 生與敬念 有業報而無作者 有業報而無作者 我們提到有一個來處 祢就是古壽音 古壽命 身心 地音相形 另外一個身心 因為燕而在身形 其要命 因相形 求俗述法 俗述法就是这里讲的 他是世俗私设假有人 人有彼者 生意意乎无事 点是这样后面彼者生意意乎无事 其实六根 点和彼者生意意乎无事 这个是不来不去 还有发布通告里面不来不去 然后这个 里面讲到不依不依 不依不依就是这里 这个234月 若言面意生意犯恨者所有 若言面及世生意犯恨者所有 若言 非非语 若言 若言面及世生意犯恨者所有 若言面及世生意 这个是地 不依不依不依 以犯恨者所有 那这个是不依不依 那另外还有这个不依不依 就是佛教章引说的 另外还有不依不断 不依不断 在哪里 不慘不斷 不慘不斷 我在這裡 若先來由我則是長見 如今冠言 先講不慘不斷 這是在235月這裡 這位婆婆說的 製作製壽折剁長見 他做他壽折剁斷 異說法說禮詞兩邊 那佛壽收法說禮詞兩邊 這是不慘不斷 既不是長見 第四個 就八部中道裡面 不有步 但是一般講不慘不滅 那這裏 他只有不有步 那龍術的話不重要 是以不生不滅為首 生滅斷腸一一來去 等一下我們要來講不生不滅 那他說到不有步伍是這個 正見世間景 不起不生有不起無見 正見世間景 不起無見 那這裏 那這裏其實 就是 柔術講的所謂的八部中道 那這裏 這裏 這裏我們再來解釋 好 丁信导师他这样说 他说这个佛弹赤外道有 世尊弹赤外道有 多用生命 不容许 这叫不生不命 寒色存在不存在 这个应该在星空水淡眼里面说 寒色存在不存在 存在就是有不存在就是没有 那么发生已消灭 就是他范围比较短 佛事讲得有 但是佛事里面是已不生不命 他说寒色存在不存在 存在就是有 不存在就是有 好 那他说 一安安静 我把这一段看一下 一安安静 不妨除去不生命 而患上不留步 而患上不留步 这一段看一下 这一段看一下 以生命的正觀而淑淺也無常觀 有無常觀意義來取 有無...就是這個生命跟不生不面跟不由不無的關係 有無常觀意義來取 這個就是八部中觀 來取得 某些學者 這就是榮書為什麼講八部中道 不能如實正觀而取 講部外裡面的一些人 學者 就是講阿比達摩的一些學者 不能如實正觀 說聲說面 依舊落陸有五顆粥 這個在講什麼就是 部派有部認為有所謂的心不相應法 那麼這些法是法有的 那麼包括聲跟滅 聲助滅 這些是不相應心法 然後它是真實有的 那麼宜蘭落陸有五顆粥 所以深入緣起本性怎麼 宣說不生不滅的緣起 除淺深入 就有無的望子 我們重行殘民釋迦的爭議 這個是在講 我們為什麼要有這一段呢 因為八部中道裡面 身滅一意斷殘來去 但是一否位就他也講的是 不有不如 那為什麼要用生滅來取代有的呢 其實就老師就說的是這個意思 好 那這個是 那 跟八部中道有關係的 大概就是這四個 生滅斷殘依依來去 或是斷殘依依有無來去 不來不去 不斷不長 不依不依不依不有不無 或者把它換成不生不滅 那不生不滅 取代不有不無 主要是因為那有一些不怕 他講這個生滅的這種觀念 依然是在佛文裡面 好 那除了這四個中道之外 除了這四個中道 這個是 這個中道是比較針對 針對這個我來講 那另外還有兩種中道 另外還有兩種中道 一個 一個是不苦不樂的中道 是開始為無比休講的 另外還有兩種中道 一個是不苦不樂 一個是不急不懷 那我們前面講的這個中道 八部中道 是針對無我說的 那另外還有 所謂中式正訓 然後還有兩種 一個是不苦不樂 因為苦樂都是兩邊 不苦不樂的中道 這個是針對無比邱的 另外還有一個不反不急的中道 不急不緩的中道 這個是對二十一也說的 對無比邱講 不苦不樂的中道 因為無比邱當時認為苦行才能解脫 那世間的人認為有一些 那麼沙門認為 一派的沙門認為苦行可以得解脫 一派是卓語 育樂行 那麼認為可以宣伐涅槃 或是得解脫 那麼佛陀講 那麼修行 不能止於苦跟樂 要離這兩邊 那對二十一也 二十一也非常的精進 心太擠了 心太擠 那人家都解脫了 那他怎麼修 比別人還用功還不能解脫 所以他就退道去 認為我都比別人用功 我還不能解脫 那個比我不用功的都解脫了 我還不能解脫 那代表怎麼樣 代表我是不能得解脫 所以他就想要懷恥 懷恥啊回家 我禮局不能解脫 好 時間號在這裡 我倒不能懷恥 那麼賺多一點錢 還夠了身短還有福報 他這麼想 佛陀知道了 就把他叫來 很有名 說你過 你 因為他知道他想要懷恥 他不想休息 因為他覺得他講的 希望不能解脫 他比別人用功 但還不能解脫 心太擠了 佛陀就說你過去一生 最擅長的是什麼 他就說我還請 那好 那他就說 那你彈琴 琴如果太 那個弦 調太緊 會怎麼樣 不斷 調太鬆呢 彈不出聲音 修道也是這樣 要重大 不能太急 也不能太鬆 不急不緩 有這個重大 那麼除了這 除了這個解脫的 解脫的這個 不有不無 不斷不慘 不依不 不義不來不去 這個都是中國我而說的 就不我 就如實的重大之外 還有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態度 修行的方法 不能質疑苦更熱 不能偏苦不能偏熱 那麼偏苦就是怎麼樣 自煩自苦 那麼不能得解脫 那麼偏熱 世間的欲熱 那麼也不能得解脫 那麼這個 欲熱的是凡夫的 那麼苦行的是外道 這兩邊都不能得解脫 所以 舌子兩邊取忠道 忠道就是八正道 那麼這個是 忠道出了講 我們說 生不有不如 不來不去 不常 不亦不欲之外 那麼 另外 有所謂的 修行的這樣的方法 不苦不樂 修行的態度 不急不慌 不忠道 那這個是 這個是所謂的 八不忠道再加 不急不好 不苦不樂 這有六種 這四種 這兩種六種 好 那我們先休息 先休息十五種